大家好,我是江汪,你們可以叫我汪汪 我們現在是在所謂的生成藝術 在這個領域上面在做很多的 應該說,純粹把這種生成藝術 AI的藝術,然後把它做成所謂真正可以在 可能在拍賣品市場上面,或是藝術品市場上面 是可以推動的一種等級 好,OK,然後也可以叫我汪汪 OK,OK,好,那我們就快的開場 好,那我給大家甚至一個 roll map,就是說,我們其實透過所謂的生成藝術 我們可以比方說可以釋放我們自己的創意 那比方說,最簡單我們可以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給你們自己的作品 那或是說,或是過世,比方說 你現在15 Pro Max出來了,或是說你最新的電腦來了 然後你想要自己釋放自己的創意 然後在自己的 行動裝置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或是構思自己的桌布等等 都是有可能的 那不要說,你可能做一些跨界的合作 那或是說,幫歌手 像我們有幫歌手來創作他掌心的一種 歌詞MV的這樣的創作 OK,那更可以透過 比方說,品牌的背景之下 那我們去幫他生成 所謂全新的一種 形象代言人的這種樣式 然後去做它 那或是我自己本身 剛才有說,室內設計的建築物出身 那也可以透過說 我對於 我可能以前都要用耐克瓶 然後畫一張圖 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然後 但我現在 比方說可以透過MJ Dominy Journey 可以來測試 比方說室內設計 它的風格 它的家具 然後配色 軟裝 甚至材質 或是藝術品質 這樣的材質的效果等等 那其實最主要的是 今天我們把這個集職 就是來到最大 就是說 如果說 純粹的我好好做一件 藝術作品 會是什麼樣子 那今天非常 算是跟大家非常開心 就是 介紹我們 擁有超過一年的時間 來完成一件作品 那其實它是還完全 OK 那這件作品也叫所謂的 Rebirth 我會叫它是重生 OK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細節 那你看 有非常繽紛的花卉 OK 那這樣的配色 這樣的紋理 OK 還有這對 非常水汪汪的眼睛 還有非常有精神的耳朵 OK 那這件作品 超過一億像素 大概有五十英寸 就是差不多 實際的話 是九十乘九十公分 一億像素 其實一億像素 我想一下 iPhone現在到四千八百萬像素 所以說是它的算四倍 四倍以上 OK 那我們更套時超過 我想一下 做完這個簡報燒肉 反正就超過一年 大概已經快十八個月 這樣子 那我們最主要是跟大家簡單的介紹說 這一件作品 它背後有主要的三大的故事 那第一個是狗狗的故事 再來是花藝色彩 你看有許多花 然後還有我的配色的這樣的故事 然後再來是一些其他的 比較細枝末節的細節的故事 這樣子 OK 那首先是狗狗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這一件作品 算是一個 算是微脫類型的藝術作品 那業主其實是 國內知名的那種 體育轉播的創辦人 OK 那體育電視台的創辦人 OK 那這是他跟他先生的狗狗 OK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在狗狗的時候 他現 我其實是有點像是說 我人為的算是做模型的訓練 就是說 業主他的狗狗 他的圖 他的生活照 就是盡可能的就是 瘋狂的丟給我 那我在想說 他的這一件 我覺得我們來討論說 他的這隻狗狗 他的角色 他的那種樣態或是什麼 那我們找到的一種是覺得 他的神情 他是非常愛思考 很像哲學家的這種樣子 OK 那再來是 我們討論的情節是說 我們好像觀看所謂的 可能藝術史 或是說 所謂的黑犬的形象 黑色豺狼這種形象 好像只在所謂的那種 埃及的那個 豺狼阿努比斯 那個神話上面 我們來看到 然後反而是 我們的所謂台灣 就是對於台灣的 不管是圓民文化 或是說 街邊的很多的狗狗的這個文化 我們這個黑犬 台灣 台灣犬的形象 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我們就在想說 那剛好他的狗狗是 台灣犬 黑色的犬 那我剛好在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是 我剛看完媽的多重宇宙 就 everything I do with all at once 那我就在想說 那如果說這隻狗狗 他是哲學家的話 那他會不會是有 富有那種智慧 會很像所謂的 可能像聖人嗎 這種哲學家 古代的哲學家 這樣的意念 然後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體驗 OK 那我們選了 這隻黑犬的 聖人的這個形象 其實這非常非常早 就是 Midium現在出到5.2吧 我其實有延遲一個月 大概是5.2左右 那我們其實從Midium Midium Midium那時候 還沒有輸標 大概是一代二代開始 就已經使用了 對 就是非常爛的時候 所以其實你有看到幾隻 就是已經篩選過 就是他有解體 非常可怕的狀態 那 OK 那 但我們那時候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 應該說人工智能 其實完全不知道 台灣犬是什麼 那其實我們在 跳這張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偏向 所謂的可能是 黑色拉不拉多的 這種形象 那反而是 我們那種 很有精神的 那種台灣犬的 那種束著的耳朵 就是那個是 最精華的地方 然後他就完全沒有 OK 那 於是我們想到的方案 就是 瘋狂的暴力算圖 因為 畢竟 我那時候 應該說 我對於AI的 算是 這種深圖的執行方式 我就想說 那我把他當作所謂的 員工好了 而且是 很努力 然後 效率又很高的 設計師這樣子 然後 我就想到我自己 以前被壓架的狀態 然後去 附加在我的AI上面 那 於是呢 我們就在MJ V1 V2的時候 我們一直算算算算 那我們重新演算 他的這一張圖 其實我們是 我看一下喔 就是 我們其實運用到的理論是什麼 因為 我們在學所謂的 達爾文進化論的時候 大家會想一下生物 那我們在玩所謂的 聽到說 生物演化很重要的 的一部分 是所謂的基因突變 那基因突變就是 代表說 中間突然有一個 很異常的東西出來 那 那這樣的方式是 因為我們那個 Hatron的形象 就是一直 一直垂著耳朵 那我們就想說 因為MJ 一張圖出來 應該說他 本來就會有四張圖 那四張圖出來 就會有 V1 V2 V3 V4 那你可以有四種不同的方向 那我們就想說 那就很像過種一樣 那就每一種方向 每個方式都 瘋狼算 算 那算了好幾百轉吧 這樣子 OK 那總算有一隻 你們看到最後 然後會有一隻狗狗的 耳朵豎起來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我才有把握 都跟業主簽約這樣子 不然 我 我 我 那時候 因為 MJ 那時候 我還是卡住 因為 我還想說 那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 那我還是 手工自己 來 加工 然後 然後 但 因為我自己背景的關係 我們以前都是畫那種 所謂的空間 空間的圖 那我們會說 所謂的室內設計圖 或是投石圖 那反而這種 動物類又人鄉類的這種形象 我完全沒換過 所以我也是硬著頭皮去修下去 這樣子 OK 那 OK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也要討論 就是 其實 業主的介入 其實是一個 邁向毀滅的開始 OK Anyways OK 那 就是說 其實我們 其實也是 那時候我的心理狀態 就是 我覺得 我自己手 要怎麼講 就是 就是 主張話好像說太難了 我那時候的狀態 我想說 反正素質的狗狗可以畫 那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就是 其實 他的眼神啊 他的很多的一些 細枝末節 甚至是 因為那時候是那個 MJ 初代 然後所以說 有時候他身上會有一些傷口 就是狗狗有傷口 然後甚至 還很可怕 就是 我那時候下的關鍵是 你們千萬不要下 所謂的smile dog 就是 那是一個很可怕的 就是 就是那種 很可怕的那種 驚悚的 屠蠱的 屠蠱的 我也要滑幾個晚上 然後 被嚇醒 被嚇醒 我是做到惡夢 就被刷丟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雙方都先 就是其實暫停 OK 那後來後來 那我在想說 其實 因為 因為我本身是母羊座人 我其實很不服氣 我想說 因為我已經畫 那麼 那麼用心的這樣子 對 他是偶心力寫 在做這一幅作品 那我就 我其實有點像是 因為那時候 業主他就是 直接說 看 他覺得 他就是建議說 我們就完全先不要話 不要等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如果說 我那時候就想到 一個念頭是說 可是我如果 就是 就是說我其實 有點像是 我需要等到 就是他 MJ 或是軟體商科技 他慢慢的自己更新嗎 那 其實我又想到說 欸 那我人其實也在學習 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 為什麼不用再等待的 這一件事 這個時間的時候 我就 自己也多琢磨 我自己的話技啊 我自己的搜尋 其他資訊的能力等等 這樣子也 也好 來跟著說 其實我也很像是 我們如果說 用基督教的說法是 裝備自己 裝備 好好的 預備好自己 然後去做 下一個階段的開始 這樣子 OK 那我們後來 在裝備的同時 然後也等到V4出來 然後其實V4的時候 他的成果已經 非常非常的好 OK 那我們也 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這樣 我是還是把它當作草塗 我其實 但這樣的草塗技一下 其實也造就我的 就是算是 繼續化作的信心 這樣子 OK 那我們也在想說 那 那 那這樣子 他V1到V4已經變成這樣子 那我自己 要怎麼樣去 去挖掘 去深入 來提升我自己 那我們 然後再來是說 V4 V5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放了很多的 所謂的權重 或是說 加非常多的圖 或是 你可能會聽到什麼 Blame的還是 Mix的很多種的模式 然後去 去瘋狂加它 OK 然後再來是 我 而且在這個時候 有點像是 我還是有 根據我的圖 然後還有是我 接觸到的一些 其他不同的 應該說 創作的角度 創作的背景 然後去 去撈出說 其實這個狗狗 它 我可以分很多次 可能V4 或V5 然後 哪邊的風格 OK 然後我再把它拼拼奏 然後再把它混合在一起 OK 那 其實這就是我們後來 剩下的Prom OK 那 前面呢就是 我們瘋狂加權重 就是說 我們把 表現不錯的狗狗 提煉出來 然後之後 甚至是 每一隻提煉出來 我還要再把它的濃度再加重 所以說 就是大概總共有大概四五張吧 然後有些的權重 我覺得方向是對的 它的姿態是對的 然後再來是 我們原始的 應該說我很多創作的Club 也都是有說 我想要有所謂的 花卉的動物 花卉的狗狗 花卉的貓蜜等等 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我也有可能受到 泛骨的啟發 所以有星夜 然後還有是我自己的個人黑色 或是我自己的藍綠色 還有一些黃色花的 這樣的調調 然後當然是 當然就是剩下的就是說 我有一些細部的設定等等 這其實也是 算是通用的 可能MJ 或是你放到Darty 2 或是 還有什麼Stable Diffusion 等等的部分 就是前面最重要的那個主詞 然後後面是加很多的 可能是風格 配色 或是攝影鏡頭 或是光圈等等 都是有可能的 那 那 那 剛剛是說 我們的那個 是等到MJ的可能 第五個版本出來 那 可是這幅畫 我自己有簡單的算一下 就是 其實 在畫到 剛剛 就是中段的那一部分 大概是十多版的時候 那 這個畫其實是算 左邊這個是第十二版 然後後來發現 V4出來了 然後其實到第十 算是第十三版 我就覺得 欸 好像真的可以做一點東西了 OK 那 反而是說 我原本 那時候的放棄的狀態是說 欸 既然我自己人為 就是用iPad 或是用Program 來畫 畫狗狗 其實畫得很不滿意 那我就拿其他的配件 來遮住他的臉 好了 反正怎麼畫都不像 可是後來是 我自己 細菸上面的轉變 然後再來是 軟體的提升上面 然後 這樣雙重的狀態下 然後 算是提升我 我自己的這樣的創作的動力 就有點像是 然後最後透過V5的結果 來 就是把這張狗狗的地圖 然後生成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這樣的狀態 總算是非常正確 然後又有對稱 又有精靈 還有他那種 很像精靈又要思考的那種 神 神 有故事感的那種感覺 去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OK 所以 其實我們有順便再記錄一下 這幾個月的歷程 就是說 其實這根本不叫me journey 可能叫 這根本是 一個很長的 很長的 journey Yeah a bloody long journey 這樣子 It's a long journey Yeah OK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故事 OK 那我們到第二個 可能是所謂的 花藝跟色彩的故事 OK 那其實說 為什麼說 你會看到我的作品 不管是這個廣告 或是說我未來要 應該說 從以前到現在 他未來要跟大家介紹的一些很多的 作品裡面都一定有花卉 是因為 其實是 也是要跟大家簡單的講說 我自己的心目 我是想說 欸我其實是 欸阿森的衣服是在我室內設計 事務所非常 壓力大之後 然後辭職之後 然後我想說 我去透透氣 然後那我就選一個 不太相干的職業 然後我又有點喜歡的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欸那我去職信局 學學花藝好了 然後 反而誤打誤撞之下 我就發現說 欸 我去找 應該說 我們那時候在等等 等等 等等 然後我就去職信局 然後身邊一邊學花藝 然後又去去找 那個台灣很厲害的 有人可能有聽過 是叫 謝瑞芝老師 他是台灣非常厲害的 就是教東洋花 我們叫 池芳 池芳的 花藝 花藝大師 然後我們去跟他學 然後再來是 因為透過 算是老師的 算是 應該說 Ruma藍 或是說 他的 尋道之下 就是 然後再加上花藝 花這個 算是 生物 這個 這個 媒才能夠 幫助我很多的能量 所以說我才 下定決心說 我不管在 AI的 AI的內容上面 我一定要有花繪 去把它加入進去 算是我自己個人的 算是 藝術以及精神上面的投射 然後再來是 其實我那時候的學生 還是順便把 那個 MJ 那我的學習議程 我應該更正 我其實在MJ 第一版出來之前 我從 那個Disco Diffusion 就已經開始在碰了這個 對 有這個東西就是 然後後來是 好其實很簡單 來講說 時間轉過 Sorry Sorry 然後 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是 應該是說 我們後來就把我 喜歡的 花卉 去把它的色彩 這樣子去 去融入起來 那所以說我們每一段 後面都會有 那樣的狀態 然後再來是 我去跟 台藝大的 塑化系 然後去做 教練 然後我們把說 比方說 可能古典大師 可能 張大謙的水墨 潑墨的色彩 去把它融入 然後甚至是 我們去撈出 張大謙之前的學習資料 他也有去學北宋的一些文人 他們的原本這些 繪圖的歷史上面 然後去 就是大師已經 自己又再去取經 然後去融入 融入在做創新 那所以這件事情 也非常啟發我 然後再來是 這邊我 我很快的就是 算是 因為時間有點有限 Sorry 然後再來是說 我 東方的部分 我調整完了 那我再來是 把西方的部分 我很可能 我們學室內設計 或是說 一些黃金比例的 這些原則 去把它融入到 這件作品裡面 那你會看到 有非常完整的 九龍鬼作品 那其實在 構思這件事情的上面 是 也跟大家說 一個小故事 就是 其實我覺得 放 我其實是在醫院 那個抽血完之後 然後才想到說 我想要好好的 把這件作品 好好的完成 那時候 就靈感炸現 我就說 我中間要有狗狗 一隻狗狗 那狗狗 牠要有對上的花卉 然後去做 非常棒的這樣的 黃金比例的安排 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是 我們把作品 很多的元素去做 很簡單的整理 就是說 我把我的花卉 花卉動物的這個 算是我自己覺得 算是藝術的IP 然後去做 好好的融入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是 把花藝做結合 然後再來是 把我以前看過的 電影 指數幾本的去 然後就去跟 大師取經 然後再把這樣的 創作理念 跟業主的一切要求 然後去做融合 然後才完成 這樣的作品 OK 好 好 那應該應該 有直播嗎 應該還好 沒關係 還好 反正還在我們算 半公開內部的狀態下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件作品 然後我們可以會後再交流說 我們後面是如何把這件作品 把它做戲詞畫這樣子 OK 謝謝大家 好 你就會發現一個作品 一個命捐的東西 要做出來 要不是幾個Promise內容 然後挑針幾次就出來 實際上這也是我覺得 晚上 因為我滿常到一些地方分享 有一些 特別是一些家長 就會覺得 那我現在小孩 還要不要學這些東西 實際上你會發現 剛剛教官做出他的創作 做出來有很多歷程 所以我們看到這件作品 但是歷程當中 你就還是好 像我這輩子沒有學過 什麼張大天的東西 我就想不出來 用這方法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過程當中 反而我覺得AI 會要凸顯出 人類在後面操盤的更重要的地方 像我一直都絕密 就會對他來說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從小到大 最後學過半學習的美術科 那對我來說 花一個人就是一個圈圈 跟五根火柴而已 所以我沒辦法去敘述出 很棒的東西出來 所以落差就會有 所以那背後的故事 我覺得就是很重要 跟思考模型跟脈絡 我覺得不管是 待會兒 Stable Division 或是待會兒老師 在分享的 就是文字相關的 我覺得都是一樣的概念 好不好